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然后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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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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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李小姐 喂 王先生 喂 王先生 你好 你好 那个这么晚打电话来 有 有事吗 晚吗 晚啊 现在估计都快十一点半了吧 还好了 你不用担心我 我刚从Chanel的酒会回来 就看到你们的拍摄方案了 所以就特别特别想 马上见到你们呢 好 李小姐 我搭档这两天 她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你觉得我自己去 能把这事给搞定吗 是吗 可是她已经答应我了 就当我没说 一会儿见 黄小姐 黄先生 你们的俗度还蛮快的啊 李小姐对我们的策划方案 还有什么意见吗 你们的策划方案呢 实在是 太好了呢 相当棒 别吓到了吧 您是说 字面本身您还比较满意是吧 对 对不起 是 不 宝贝她打给我的 对 说到哪里啊 是字面上的意思 没有错啊 就是啊 我刚才在 盯着二位看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我之前真的是没有好好的 充分地认识到你们的能力 看你们的价值 你们的确真的真的真的是有能力 可以把我的想法全部都变成画面的语言 但我自己都很有信心呢 您满意就好 嗯 反正局部有什么调整呢 具体拍摄的时候我们会用最专业的人士 好 合约 那合约咱们什么时候签来啊 合同的事情不用着急了 只要是我现在特别特别特别想把我现在 这对新的想法告诉你们 嗯 可以吗 行 行 你明明说 那我开始讲了哈 嗯 总的来讲呢 我们可不可以就 不去拍 嗯 嗯 我和微微从 我们相识到相恋的这个过程 就变成了就是 他现在 嗯 一个王子威延啊 或者说迪拜的王子啊 他们都是所有女人的梦想 您的意思是我们之前的策划都废了是吧 就是废了啊 那有什么关系 反正你们的能力已经通过我的考核了 那只要我有什么构想 你们就一定可以做出更加精彩的短片来 要相信自己哦 可以的 嗯 嗯 行 您有什么要求咱们就按您的改 但是您是不是可以改完之后 确定不再修改了 那 我 我不晓得哎 万一 每天 老天让我有一个更加好的修改了 黎小姐 我们做这些创意是要费很大的心血的 您怎么改来改去谁也受不了 黄小姐 你这样讲话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服务客户呢 本来就是你们的天职啊 其实这些天我也看出来了 像你跟王先生你们两个人呢 那当然就是王先生他是拉主题的了 其实你在我眼睛里面 你就是记记笔记啊 跑跑腿啊 你知道吗 像你这样子 在餐厅里面 都不算主厨哎 就像个跑堂子的 所以啊 在我们说这么重要的话的时候 可不可以让他不要说话 闭嘴嘞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发言权 当然有啦 想想什么都可以 随时随地 谢谢 那我就说了李小姐 您跟我们的这些费用呢 包括我们对你婚礼的策划 但不包括我们的二十四小时 听你拆迁 随时来听你这些毫无编辑的天方夜谈 更不包括被您当侯爽 我必须得给您一件意 我们跟您和魏先生 也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彼此算是有些了解 我在婚庆公司也干了这些年头 两口子临结婚之前闹歪的情况 我见多了 真的 男的被女的这些二白无傻叉 要求逼得反了婚 女的悔不当初在屁股后面追 这种情况可真不通话 好 没别的意思 前这时间跟您分享一下 够吧 你不是说这单子对女来说很重要吗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因为我看明白了 这种女人 就算你把脸当抹布 她也不会跟咱们签约的 这段时间的辛苦 就当误入歧途了吧 等下一单接吧 也不知道这人怎么想的 就是求此一生地嫁入了豪门 高兴地得了精神空虚症 没这耍耍咱们 填补一下生命的空白 虽然大老王知道这事 一定会一掌劈了你 但是我不得不由衷地感叹 您真的是一位百里飘逸的高品质见 承认 请我吃饭吧 为什么呀 这个蒸饺 来 咱几个 玩什么 这人怎么吃 你也多吃点吧 做个饱死鬼 老黄姐 今儿我不得不说一句 你的仗义真不是流氓家仗义 你放心 大老王要改对你从牙缝里 自出一步子 我一大飞踹踹打厚草牙上 咱哥俩拎包走人 来 干一个吧 为了一个已经失恋的人 即将要失业的人 即将要失业的人 也为了另一个即将要失业的人 重新邂逅了她的旧情人 你别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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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 我。。。 就算他来了 咱也不怕 这回咱们真是站立了 不怕咱知道 不怕就不怕 小姐 接吧 害死人 我平时不这样呢 行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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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花园婚礼那个资料 给我用一下 客户挤用 网上给你 谢谢啊 你啊 真是无时无刻 无时无刻 你 你 你懂什么呀 这叫把握生命里 每一秒遇到 真命天子的机会 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这次是我的责任 跟你没有关系 还有啊 他要真发火了 其实不可怕 怕就怕他假装和蔼可亲 其实效力藏工 对 好 黄晓 张晓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挺好 黄晓 见你呢 黄总 我也睡得挺好的 睡得好就好 睡得好就能好好工作 昨天安安做得不错 继续努力 这 这 李柯了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没来啊 李柯了 在这里 在这里就好 我喜欢你 说了 起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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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我在外面多转了好多圈 他们不光而不认真对待我的短片 侮辱我的人和孩子 找我们的婚姻 我要把这家公司翻了点 翻了点 喂喂 宝贝 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 哎呀 最怕我的小哥哥 可以娶成这个样子 妈咪 我就不见了 我想你了 小哥哥 快让妈咪知道我的乖媳妇 你怎么跟我真相 怪不得人家里说 你像我的亲女儿呢 你像你的亲妹妹 有 求你瞎说的 小哥哥真淘气呢 听说你没在筹备婚礼 所以我把法国的生意料理完 就赶紧背回来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牌子 特别买了一个送给你 你给我的 妈咪 你对我太好了 谢谢妈妈 可可 是你在帮我照顾我的宝贝呢 刚才是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没什么 就是和婚前公司的人 有点大的不愉快 没什么就好 我认识你到玄宰 第一次听到你讲话 你去这么激动 我就是随口说的 妈咪 你不要在意 可可 妈咪做事呢 就是讲究一个效率 我觉得婚事这种事 不一定要琐碎 不一定要突发奇想 关键是两个人要相爱 要开心 宝贝啊 我记得你以前有个梦想 不是吗 妈 我那个是随便跟你说一说的 而且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什么梦想啊 跟我说说看呢 我之前有个想法 在郊外的一个空地上面呢 举办婚礼 什么空地 那是我刚来北京打拼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对那块地呢 很有印象 我那时候刚开始做独立的投资 然后想把那个地买下来 可是没买成 后来呢 在那边等客户等了一整天 客户没有来 可是反而让我有很多时间 在那边想很多事情 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 草地的味道 跟天空的颜色 影响很深啊 辛苦你了 宝贝 妈咪对不起你 那块空地在哪里 我们有空去看看 不用了 不重要 而且小可已经找好酒店了 怎么会不重要 那是你的梦想啊 只要是薇薇的梦想 我都一定会帮她实现的 两位大美女都忙着聊天 都忘记要吃早饭了 阿姨快弄好了 我们吃饭吧 我已经看到我两个大宝贝 我就开心了 什么都忘了呢 来 吃饭吧 妈咪啊 不知道你来 应该要准备全麦面包 太麻烦了 开心了 这个气球又不是你婆婆 你干嘛跟她过去 你想跟我转台湾话 只要听到台湾话 我就恶心 恶心 当初谁跟我说来着 就嫁入豪门第一步 就是要娶婆婆欢欣 又谁跟我说 发现用这个腔调模拟她妈 只会为一人特别有效 还赐了我一具一副保典来着 在关切中摆布她的人生 那是当初 当初我还只是李可 我不是薇太太 都怪之前把她给惯坏了 现在我要让她明白 这个家的主人是李可 不是她刘伟茹 好好好 快别生气了 给 这在哪儿办婚礼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那当然了 我李可要的是世纪婚礼 是风光大价 就是凡尔赛公 能够办下婚礼的话 我还嫌她太小了 这跟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地 那算是怎么回事吗 没准人家看中的是野趣呢 屁野趣嘞 这不过就是穷人 既不舍得花钱 又不想要降低品位的 恶俗办法罢了 既去不了富丽堂皇的地方 又办不了高贵奢华的婚礼 她不是有钱吗 那干嘛这么恶俗啊 可是这凡尔赛公 也有点不太实际吧 不说这个吧 咱们这场恶章早晚是要打的 只不过没想到这么快罢了 拿着 妈 这是我那个时候呢 用手机拍下了一些图片 还有呢交通状况 还有附近一些周边资料 我觉得很好啊就这边吧 妈 可是小可她已经选好酒店了 而且现场布置的一些方案 都已经确定好了 我觉得还是按照她的意思 来 婚礼的具体方案无所谓 关键是家庭里的主导权 一个家里总得要有一个人说得算 我们家是你说得算 啊 要么我说得算 要么你说得算 还是不要太快让外人说得算 妈 小可呢她不是外人 她是我妻子 她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太太 我以为她已经通过你的考验了 考验是一辈子的 那块草地我得尽快去看看 叫上离可一起了 那块草地我得尽快去看看 叫上离可一起了 怎么了 到老黄店换奖了 不可能吧 这么远也换厅了 深厅 小哥 快点 快快快 好 喂 我这样不失业也会疯的 不行 咱们不能等离可告咱们的黑妆 咱们得采取主动 对我们 采取主动 你准备先去找大佬王告我黑妆 不是 我在你心活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这回一定做一次镇静上让你看看 有句话说得好 只要功夫神 芙蓉受神针 舍得一身寡 封剑拿驴卡 你休息 我来 喂 魏先生 您好 我是黄小仙 是这样的 咱们这次可能是合作不成了 但这次咱们 我们这边真的已经是很用心很用心了 真的责任不是在我们这边 是是是 我们很希望拿到这个单子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是吧 所以 我的意思是 我希望 不是不是 我请求您在拒绝我们的时候啊 能不能给我们的老板打一电话 看 你明白啊 就 我们就希望 让他不要太怪我们 是 有 有空有空 行 好嘞 好嘞 那打扰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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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我依然说他妈来了 让我们陪她去看一块空地 那就说我们安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她说更换场地是她母亲的意思 那咱们之前的工作不白做了 她有没有说这个李可短片的事 什么都没说光提她妈了 一看就知道她特听她妈的 好嘞 我这情况还点复杂了 让他立赶紧背车 您要亲自出来啊 这出现新情况了 我怕你们俩应付不了啊 也对 您是哪啥时候 淘气 好汉不提当年有啊 我先换点衣服 这就是我母亲 这位呢是我太太的一个 你好 她的朋友Angela 你这么年轻漂亮啊 你又不介绍到我们都不敢认 对呀 每次我和妈咪出去的时候啊 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姐妹呢 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姐妹呢 哈哈 哈哈 可可就是爱开玩笑 王总 照顾韦如就好了 这个宝岛都习惯贯夫姓 我还是叫您卫太太吧 好好好 真是恭喜卫太太了啊 有这么一对出色的儿子儿媳 有什么想法你们接管提 我可知道李可这口是跟谁学的了 见过拍婆婆大屁的 没见过拍那么狠的 你也不想接到一个月后 你不想接着我 你也不想接着我 你也不想看我 有一个事有什么事 你也不想接着我 你也不想接着我 什么事 你不想接着我 怎么对我 我行 我去那里 谢谢王总 大老王珍珍地成了小李子了 太后吉祥 您可能还不太了解情况 这个李小姐更倾向于 在希尔顿酒店之类的室内 我们的策划师 为了这婚礼现场的布置 已经二位协商过很多次了 如果要是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我们的进度还能再快一点 王总 如果你对于办户外的婚礼 不是那么有信心的话 那么我有几个朋友 从意大利回来 他们也经营着 自己的婚庆公司 我想他们对这方面 是很有经验的 不是 我们也有经验 我们也经办过很多这种 大型的户外婚礼了 这个绝对没问题的 大王 就在这里 我们到高点地方看看吧 好 来 大王 大王 就这里啊 对 就是这里 挺不错的 王总 你觉得呢 风景如画 亲近自然啊 正是这个时尚婚礼的新潮流 我真的要在这个皇帝举办婚礼吗 那也是很多年前的想法 真的那么爱好自然风光吗 真的是那样话 我们可以去马尔代夫啊 可以去海外阿姨啊 我不一定非要选在这里的啊 我也没有一定要在这里办 只是 妈喜欢嘛 尊重她 你不信她真的喜欢 你看妈妈脸上 做了起码有两平方在上了吗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 魏太太 刚才你说你有朋友在意大利 也是做我们这行的 不止呢 还有法国的朋友 王小剑 你给魏太太拿瓶水 小剑你也别闲着 你去我车里有扇子 你给魏太太拿过来 快点啊 不过他们觉得 都是地中海的业务 那就是 它就符合中国国情 嗯 魏太太 你看 狼才女貌必然一对 黄总有小孩吗 有一个女儿 结婚了吗 那还小呢 那我给你一个忠告 我个人觉得 婚姻这种事情 要顺其自然 这女孩子找婆家嘛 最好找一个 踮起自己脚尖 能够购得到的限度 千万不要太高 太勉强的话 就不自然 魏太太这是肺腹直言 你看看我 有些话 对陌生人反而好讲 真要讲给儿子儿媳听 倒显尴尬 明白 明白 妈咪啊 你这不热了呀 我们要不要去阴凉的地方 休息一下 我觉得这边好晒哦 你看可可 多心疼妈咪啊 安妮老 你去我的车里 把我的防晒霜拿来 给妈咪涂 可可 你觉得这边怎么样啊 我觉得风景不错啊 可是我有一点顾虑 这边没遮没蓝的 客人的安全会有保障吗 还有啊 附近的村民 他们会不会跑过来围观呢 我相信王总 一定会替我们考虑周全的 是不是啊 是是是是 是这样啊 那个我们可以在婚礼现场周围啊 围一圈围栏 具体用什么材料你们来定 至于安全问题 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 我们可以聘请 专业的安保人员 可可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样就最好了 还有一点呢 如果在这边举办婚礼的话 对天气的依赖程度 会不会更加高一些 就算没有风吹雨淋的话 在烈日下暴晒那么久 你和爹地能够受得了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有各种顶棚 各种艺术造型的顶棚 绝对没问题 宝贝 还有什么顾虑 这下午就放心了 一切都听娃娃的 千万不要听我的 这婚礼是你们的 要你们喜欢才对呀 那只要薇薇喜欢就可以了 薇先生 你真是娶了一个好太太 那当然了 薇太太 要不咱们再看看 这个管理台放的哪儿好 嗯 好吧 嘿嘿 哎 小剑 你多拍几张照片看怎么布置 别闲着啊 走吧 哎 小黄 小黄 九两大名啊 听着怎么那么像叫两只狗啊 您九两的一定不是我们什么好名的 没有 妮可和我说你们都挺好的 好不提的 她能说我们好吗 跟我说实话 妮可今天挺不容易的 是是是是不容易啊 容易的话满大街姑娘都嫁进行的 看今天把她晒得满脸毛油 今天这皮肤就不能断断的了吧 哈哈哈哈 哎 你不是她至于吗 对婆婆哈身这呀 当然至于了啊 人家工作一辈子为了给儿子来一好生活 哎 凭什么你儿媳婦一进门去全是你的呀 除非你得当事业来经营 你敢跟大老黄来经营 对公婆也一样 你指什么呀 你怎么对棒大婚的心得这么了解呀 棒你妹呀 这怎么叫棒大婚呢 我告诉你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但是头低久了 这个屋檐它就是你的了 记住别乱 黄小姐 你要不要摸点防沙霜呀 我不用 我天生丽质 给那俩冒油都送过去 哼哼 她是挺丽质的 别的姑娘一看见你都敢出门了 激烈的理 激烈的理解你活不下去 哎呦 你们俩真逗 是一对吧 我还没那么想拍啊 就在这儿办吧 我看大家都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那就这么说定喽 勤贵公司马上准备 婚礼的合约和预算 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马上订额同 好好好 还是魏太太办事效率高 雷厉风行 我回去就找手 麻烦您了 我们都是外行 追根究底 都要替您专家的 嗨 嗯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好 好 好 来 魏太太 今天这天气不错 环境也挺好 要不要再走一走 好啊 咳 咳 说什么 咳 咳 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轻一点 你不用按了 你赶紧给我附上卤灰胶啊 我的皮肤已经晒伤了 至不至于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是你迟钝 你知不知道 皮肤一旦感到刺痛 那就是晒伤了 六小时之内 一定要附上修护的产品 不然紫外线的辐射 就会继续在你的皮肤内包走 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怎么觉得抱走的是你啊 我不应该抱走吗 你也看见了 他刘伟如今天 根本就不是去看场地的 是去逼宫的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他得逞了 小主 你这样想 遮遮是极好的 可要是被太后知道 被关进小黑屋 那可就不好了 宁可要小心才是啊 我才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你今天跟那两个策划聊得挺好啊 嗯 他们两个人其实没你想象那么笨 从来都不觉得没钱的人笨啊 这本来就和智商无关 有四个字叫有钱有势 有钱就会有势 我认为那个叫王一扬的 他的智商一定不比大老王的低 可是他没有钱 所以他就只能在别人的手下 听别人使唤 这个社会 本来就不是以智商来划分等级的 而是财富 这就是你一定要拿到财权的原因 聪明的人想要变得有钱 一定会有办法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小 我一定不会坐以待毙的 我的手了 你的脸 紫外线 抱走 抱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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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avior Almighty único 什么 ç k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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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